继茶交寺维修以后的话呢 茶交寺的维修呢 是18年结束了 19年我们院的这个国际合作中心 又承接了吴歌的三期 就是这个王宫遗址 王宫遗址呢 它的位置是处于大吴歌城的中心位置 如果说啊 你把这大吴歌城比喻成故宫的话 它就相当于是那太和殿 所以呢 它是最核心的 王宫遗址的话呢 标志着吴歌工作25年里边 我们进步的历程 同时呢 也标志着我们的工作呢 得到了这个检方的认同 我们由这个大吴歌城的外边 胜利门外边 走到了吴歌的核心 就是王宫遗址 从干文物这行的人来说 接了这项任务非常兴奋 因为干文物这行的人呢 有一个特点 接到了一个你认为非常棒的东西 而且呢具挑战性能力 它会上瘾 王宫遗址的话呢 它是从19年11月份正式开工 到30年 它涵盖了有地面建筑的维修 另外一个呢 它还涉及到考古发掘 因为王宫遗址的话呢 整体来说 法国工作队在这儿 已经工作了近100年了 现在呢 法国队还在里边呢 局部搞发掘 所以呢 我们把我们院最优秀的考古力量 调过来参与这个项目 因为法国队在那儿工作了近百年了 人家工作了近百年 人家有人家的结论 如果咱们的考古发掘 怎么能够说啊 更准确 能够给日后的维修 提供更好的技术支撑和依据 这个呢 给我们下一步的工作 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当然了 这个工程呢 要到30年才能完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虽然大家听着很漫长啊 说到30年 10年呢 可是呢 作为文物保护的过程 10年不是很长 因为呢 你要把一个重要的文物 把它搞明白搞懂 就要慎重 更多的需要去研究它 将来说 大家有可能去的话 修好了空中宫殿 站在空中宫殿的这个 东侧这门 你往下面看 看到的是一个 遗址展示的一个花园 所以呢 这个呢 也是有待下一步呢 不断地去尝试和探索 我们在海外修文物 所修的对象 全部都是世界文化遗产 全世界 世界遗产 有1,121处 文化遗产 只有869处 如果在这869处里边 全世界 在其中之一 里边的某一部分 交给你修 更重要的是压力 和责任 所以呢 从我个人的体会来说 我干这行 虽然干了35年了 但是呢 我可能到退休的时候 我自己认为呢 我还是一个新兵 因为我每遇到一个案例 都需要用全新的认识 因为一个人的工作经历 最多最多几十年 几十年的工作经历 去解读几千年的历史 我觉得呢 那除了是神仙 恐怕呢 谁都做不到 所以我觉得 作为文物维修工作者 做这项工作 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这个过程 对文物来说呢 要报一个尊重 和一个敬畏 谢谢